大家好 过年吃你的大鱼大肉 年后一定要给他来一点清爽解腻的野菜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认识这个的 我们这边叫麦蒿 你们那边叫什么 今天我们就利用麦蒿 为大家分享一款既好吃又营养 而且做法非常简单的做法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到你的试试吧 一圈三连 求个关注 首先 我们把从麦地里边拔出来的麦蒿 给它摘洗干净 然后控干水分 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碗中 加入稍微的食用盐 再给它喷点食用油 喷油的时候不要喷得太多 然后给它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之后 我们给它加入少许的面粉 把面粉的时候不要一次性给它加到位 要边拌边加 面粉给它加到什么状态呢 给它加到这个状态 苛刻分明 而且一点都不粘连 这样就可以了 拌好的麦蒿 给它均匀呢 铺在盘子中 不要铺的太厚 这样就可以了 上笼 给它蒸5-8分钟 三分钟之后 我们的麦蒿也蒸好了 然后给它端出兜散 兜散之后 我们给它放入一个大盘中 大家看一下 按照这种方法 正常的麦蒿啊 磕磕分离 而且一点都不粘连 趁热 给它加入少许的味精 少许的鸡精 一丢丢十种盐 适量的小木油 再把我们准备好的蒜蓉和葱花给它放进来 最后啊 给它炒板均匀 好了 装饭完成 大家看一下 这样蒸出的麦蒿啊 真是太漂亮了 精英细透 而且不粘连 也不成团 非常的漂亮 吃到嘴里边啊 满嘴的清香味 真是既好吃又营养 而且做法超级简单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吧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麦蒿的制作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